有点失落 就今天这种 投票决定谁走的方式 我觉得挺难的 我觉得刘聪 其实一直在为这个节目 在出谋划策 小麦他其实一直在 两边跑 其实付出的特别多 曾哥他的大提琴 特别吸引我 那把大提琴是有故事的 对于我来说 我是非常喜欢曾哥这个表演 麦恒丽这边 他也是很愿意去不停地练习 然后大家相处也挺开心的 认识大家之后 我真的不想任何哥哥做 我宁愿放弃我自己 都不会放弃他 作为队长 心中极致的难受和自责 我非常肯定 麦恒丽在这次比赛中的努力 他尽了权力了 他尽了权力了 黄征他的能量 他的闪光点是不一样的 我真的是由内心地称赞他的 刘聪属于这种为了艺术 为了自己执着的东西 不顾一切往前冲的 接到办事处为你莫福利 接到办事处大哥照顾你那那 这时候我就非常地纠结 不管怎么样 什么结果都要接受 然后还得做出决定和抉择 谢谢 谢谢